我国一共拥有四大领海,而南海就是价值最大的海域。 不过,之前我们海军岂不较晚,导致南海岛礁目前被越南侵占了29个。 菲律宾非法占据9个,马来西亚侵占了3个,印尼非法占领了2个,连文莱也侵占了1个。 不过,随着我国对南海的逐渐重视,海防力量也是突飞猛进。 近年来,我国不但设立三沙市,统筹整个南海海域,更是一直在默默地收复着被侵占的岛礁。 现如今,我国已成功收复了40多个岛礁,那收回的岛礁都有哪些呢? 就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去探讨一下,在观看的同时,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。 中国最早收复的西沙岛礁,在新中国成立之初,我国的产业百费代兴,国内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。 就是在这个时期,我国的岛礁才被多国非法占据。 其中,越南就仗着有西方国家的尖船力炮,旅旅试图侵占我国的西沙岛礁,并把我国的珊瑚岛划入它们版图之中。 珊瑚岛是属于珊瑚礁堆积而来的岛屿,它整体形状接近于椭圆形,面积在0.31平方公里左右,该岛植被生长茂密。 所以,这里也吸引着众多的海鸟在此栖息繁衍。 我们可以看到,岛的西南角还建有珊瑚石庙,岛的南部也输均了航道并建立了码头。 占据我国珊瑚岛的越南并不满足。 在1974年1月,越南再次派出军舰,又企图占领我国甘泉岛和金银岛。 甘泉岛与珊瑚岛两地,仅距离三公里,它是整个西沙露出海面最晚的岛屿。 它整体面积约0.3平方千米,这是一座拥有淡水资源的岛屿,也是因为岛上有甘泉井水而得名。 在古代之时,我国渔民也曾为其取名为原质。 而西部的金银岛则被我国渔民取名为韦制,该岛屿面积约0.36平方公里。 整个岛屿被叶林所覆盖,同时岛的周边还有一圈白色的沙滩。 越南不但再次占领了我国两个岛屿,并对我国在岛上的渔民和民兵进行迫害。 当时的越南认为我国在舰艇方面相对落后,因此对我国肆无忌惮地挑起战争。 在当时,我国的海军舰队建设投入相对较小。 主力战舰的航程和打击能力也是非常有限。 不过,我国海军还是凭借优异的战术击败了越南海军。 自此,珊瑚、甘泉和金银三岛重回我国手中。 这也标志着整个西沙群岛49个岛礁我国已全部掌控。 随后,我国便利用西沙群岛这一优势,在南海支起了一道坚固的战略防线, 为后续收回其他岛礁奠定了基础。 中沙群岛也得以收复。 中沙群岛由于与菲律宾较近,过去曾被菲律宾和美国联合占领, 其中最关键的一座岛礁便是黄岩岛。 该岛与石略城等腰三角形的环礁, 两条腰长约15公里,底长在16公里左右, 整体面积约150平方公里, 水深在0.5米至3米之间。 其中,北部的黄岩与南部的南岩会高出海面, 因露出的岩石呈现暗黄色,所以取名为黄岩岛。 驻守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的美军, 时常将黄岩岛作为海军靶场, 导致我国的渔船难以接近此海域。 在此期间,菲律宾非法对黄岩岛进行多次勘测和考察, 并在1997年派遣舰队登上黄岩岛, 对我国的岛礁进行非法侵占。 直到2012年, 我国在菲律宾制造黄岩岛事件之时, 强势收复了黄岩岛。 自此, 黄岩岛以及中沙群岛26处岸礁全部被我国收复。 我国开始收复南沙海域, 南沙群岛由于距离我国大陆较远, 因此, 这里也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最复杂的地区。 1995年, 菲律宾挑起美几礁事件, 因此, 在同年, 美几礁和五方礁也被我国收回。 1988年, 我国与越南在南沙海域爆发了一场海战, 原因就是越南强灯翅瓜礁, 并打伤了我国的科考人员, 接着利用舰船又向我国舰船开炮。 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, 我军出动了多艘护卫舰, 最后击沉重创了越军的三艘登陆舰, 在成功击败越南舰船后, 我方舰船继续乘胜追击, 把东门礁、南勋礁、 华阳礁、 主臂礁、 永蜀礁一举收复, 再加上之前的赤瓜礁, 共收复六座岛屿。 在2014年, 我国正式对赤瓜礁进行吹舔, 如今岛上已建有机场, 码头、 雷达站等军事设施, 早已担负起了南沙前哨的重任。 2015年1月, 从菲律宾收复的梅几礁, 也开始了吹舔工作。 如今吹舔后, 面积约5.66平方公里, 不仅岛上建设了三公里的机场跑道, 而且岛屿西部还建设有医院、体育馆、 气象站等设施, 同时它也是南海最大的人工岛。 近年来, 我国耗费巨资, 共吹舔了七座人工岛。 这不仅为我国收复南沙, 提供了多处战略支点, 同时也为我国进行常态化巡航, 提供了便利。 在以往, 我国的海警和空军很难在南沙立足, 由于距离大陆与西沙群岛较远, 往返一趟南沙巡逻, 几乎都是几个月的时间, 这些吹舔的人工岛, 无疑对我国后续收复其他岛礁, 带来了巨大助力。 就比如, 在2021年, 我国就一举收复了穷台礁, 该岛位于南海九端线的最南端, 是我国最南部能露出水面的海岛。 从地图可以看到, 该岛礁盘面积约5平方公里, 环礁内有一些小的礁石和岛屿, 其中最大的岛屿名为银宇, 面积约为0.13平方公里, 穷台礁与马来西亚较近, 两地仅相距约150公里。 当时我方16艘战机, 对穷台礁进行了战巡, 海警万吨巡逻船也开始巡航穷台礁, 一举结束了与马来西亚在穷台礁的长期对峙。 不仅仅是穷台礁, 像半月礁, 信义礁, 安达礁等岛礁也陆续被我国收复。 这样算下来, 我国这些年已陆续收回了40多处岛礁。 当然, 我国收复的脚步并没有停下, 就在今年, 我国就与越南在湾安滩进行了角力, 湾安滩是我国海域最西部的岛礁, 当我国得知越南在此倒采石油后, 我国的科考船前往拍照取证之时, 却被越南多艘渔政船进行阻扰。 我方海警船收到请求立即前往支援, 并随后与越南渔政船展开了激烈的对峙。 最后, 越南海警与渔政船不敌, 被我国强势驱逐出该海域。 还有我国的人爱骄, 如今我方海警船早已布空了此海域, 也彻底切断了非方加固材料的补给线, 没有了加固材料。 那艘年代久远的马德雷山号估计也蹦跌不了多久了。 如今的我国早已今非昔比, 对南海早已可以实现全面巡逻, 在去年, 对我国最南端的曾亡暗杀巡逻天数就达316天, 对万安滩海域也进行了超过300天的巡航, 对黄岩岛的巡逻天数更是高达344天。 当然, 这仅仅是个开始,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, 属于我们的东西终将也会回到我们手中,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, 我国掌控整个南沙也会终将实现。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 感谢大家的观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